好 有请今天的第一位选手 刘启欣 女25岁内蒙古人 中国计量大学本科质量管理工程专业 在座的12位企业家好 图里老师你好 我叫刘启欣 今年25岁 2016年我毕业于中国计量大学 质量管理工程专业 毕业后我从事了两份工作 从一名在制造业奔走在生产现场的质量管理专员 转行成为了一名在天上环球打卡的外航空姐 今天我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是希望自己能够平稳着陆 落地发展 找到一份总经理助理的工作 希望能够得到在座各位领导的赏识 谢谢大家 今天来面试总经理助理 对 是 你理解的总经理助理是什么 每次我们都得问这个 首先我觉得 助理的工作是一个乘上旗下的作用 对上的话 首先我要辅助我的领导 然后去跟进他部署的工作任务 然后可能会协助他做一些文案方面的工作 所以其实你理解的是助手 也就是类似于秘书 我希望我工作的岗位能在协调助理的同时 也能去对下去协调一些部门的工作 你希望是一回事 你能不能做是另外一回事 对吧 这话说的有道理吧 对 对吧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刘启欣 其实有很多在学校获得过的荣誉 来你跟大家说一下 我在大学期间就是在学好专业知识的前提下 我参加了比较丰富的社团活动 首先我在学生会的话是文艺部部长 然后除此之外我还做了一个志愿者 甚至到现在我也是一个执教团的一份子 说完了 你这上面好多荣誉你自己没说吗 获得过很多次奖学金这就不用说了 连续两年获得优秀学生干部称号 还曾经做过导演 有一项国家实用型专利 参加浙江省电子商务大赛二等奖 对 在方泰集团松下家用电器都实习和工作过 你为什么非要我来跟你说呢 我还是想低调 高明啊 让我来为你背误 谢谢图雷老师帮我夸了一下自己 但我不把这个念读出来 我觉得对于他来说是挺亏的 因为他这些 他的这些这个荣誉和曾经的工作经历 其实是很实在的东西 不是很虚的东西 谢谢图雷老师 这些东西当中你有什么要展开说的吗 我有这样几页PPT可以展示一下 就刚刚也介绍过 我之前是工作在制造业的生产线 那我处理和解决的质量问题 都是围绕着产品进行的 这个的话是我主要想展现的一个 就是我在分析处理问题的时候的一个框架和逻辑 就是一个PDCA这样的一个循环 然后下一页PPT的话 我主要想展示的就是分析原因这样一个环节 因为我之前在做质量管理工作的时候 它其实核心就是解决处理问题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在其他方面也是适用的 就像厉总您在之前的一个对话 这样一个访谈节目当中也说到 说松鼠AI这样的一个智能教育平台 它其实是因材施教 然后能够先确定孩子们不会的知识点是什么 然后来再针对这些知识点 对他们进行一个集中的加强教育 那其实在处理质量问题的时候也是 我们就是要找到它的药因 然后再对症下药 这个其实在我之后做窗舞员的时候 我也觉得挺受用的 甚至在我个人生活里面 包括对自己的要求上 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好的 对